大牙 大牙去年公開指控 曾遭陳建州性侵未遂 算陳建州否認 並以加重誹謗提告 但最終大牙獲得不起訴處分 如今時隔一年多 有網友在Twitter發文表示 自從大牙指控黑人後 卻沒看到他在電視台的演出 質疑他是否因為該事件而被電視台封殺 感到十分可惜 並稱讚他在黑社會時期的表現 以及其台語能力 沒想要網友貼文意外掉出大牙本人回應 單純剛好沒有適合的角色 簡短的11字回覆 粉碎了封殺謠言 世上大牙在今年4月曾透露 因前段時間無法工作 導致身心壓力巨大 甚至罹患中毒猶豫症 體重也下降很多 受到不成人心 而且怎麼樣都快樂不起來 所幸他在勞工女朋友的支持下 逐漸走出低谷 恢復了狀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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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